下一個話題 對港交所來說 有沒有什麼幫助 如果它的股價在10倍PE 20倍PE左右 有的 但問題是現在它的市值 為什麼有30多倍PE 是不是市值特別的氣氛好 我想沒有人會說 現在港股的氣氛特別好 兩萬點都 10年前的位置水平 但港交所不是10年前股價的水平 現在那個人在做30多倍PE 原因 大家只知道會有一堆中概股回來 這個因為導致它這樣 有一個高估值水平 但問題就是 中概股回來了 是不是營購反應很好 是不是火紅火熱 是不是導致大市的成交 今天可以大升 似乎又做不到 甚至你看到支付這樣 比你下次見到 中概股回來上市 你還敢不敢抽 更加不敢 所以我覺得暫時來講 港交所的問題 我們看港交所不會 因為中概股回來 你選擇這些位置看好它 退市風險 兩年前已經說了 港市300多元這些水平 現在再對勢下來 市場一轉差 就會出市 但我會認同港交所 都是一些長線可以投資的股份 雖然未必刺激到的 但也不太膽 如果你長線部署 可以收的 這些股份 不會受得太辛苦 跟手200沒有太大分別 跟手行戰沒有太大分別 所以我覺得第一方面 你買港交所 不要抱著一些中概股 會流一定OK的心態 這個道理就像之前說的 內銀 你炒內銀 突然炒放水 很容易錯的 但短線就不買這些 因為氣氛 港股短線 很難有180度轉變 但長線部署的話 這些位置收集港交所 不會有太大殺傷力 但也不會升太多 當升上去的時候 就像內銀 未必跟得很足 很重要